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在新年的时候 问了一个青年,聊天 我说有什么新年愿望? 很简单说了一个,他说 我要改变世界 你听完之后,那个反应 我想和你一样,和我一样的东西是怎样的? 当然是说话了,只有声音 当然好奇一点点,再问他 那是怎样的? 他说,由我家里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经历 和刚才在话剧当中 那个女孩对着妈妈 都是差不多,很多时候 没什么沟通,没什么接触 不过他的案子是什么呢?是爸爸 当爸爸患病的时候 他才发觉 原来 原来 家人为他是很重要 他的愿望是希望能够怎样呢? 不单止在他自己的家里面 能够再次去欣赏 建设自己的家 也都要去提醒其他同学 当家人还在这里的时候,要好好珍惜 不要每天过了就算 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为他很大的愿望 今天我们在 慈青日当中 三个很重要的 沟通的方法 还记不记得? 第一个 直接对话 直接对话 不要再转转转 找谁去说 自己直接跟家人对话 无论你喜欢的 最疼你那个 或者可能都很冷淡 不是很理睬你的 都直接跟他对话 说一句的 早晨 一个的问号 也好 第二个 主动去关心 你问一下自己 上一次去关心 家人 问候一下 喂 你怎样 最近 开不开心 有什么 我可以帮忙 主动去关心 问候一下 是什么时候 可能已经不知 上个月 两个月之前 希望 如果你说 今早早也有机会 都是好事 希望这个都是做好 第三样 嗯 嗯 没人记得 OK 都是我们的筹牌 参加者好像 没得到这一样东西 第三个 放下你手上的东西 专心 这样去沟通 因为人 一心 不能够易用 所以呢 跟家人 接触的时候 谈的 不要去做别的事 想着 家人 想着家人 这个很重要 第四样东西 刚才呢 在个 话剧当中 没有直接说 在今天的慈青日里面 没有直接说 不过我们呢 是做了 刚才 是什么呢 就是 祈祷 记得 每日 为 家人 祈祷 有做的 请举手 看下 好笑 好笑 今天开始 今晚开始 很忙啊 不记得啊 你坐车的时候 都可以祈祷 你睡觉之前 都可以祈祷 特别为 家人 祈祷 OK吗 四样东西 这些东西 带回家 你就能够 真的 不单是 改变这个 家 是改变 这个世界 再跨一点 应该怎么说 改变整个宇宙 OK吗 希望能够做到